TVB是第一家五口身穿传统服饰拜年 孩子们笑容酷似港姐妈咪,超可爱 一向重视家庭生活的陈豪和陈英美夫妇 虽然平时工作十分忙碌 但他们都会争取时间与三名子女相处 而陈豪早前也曾透露,几个孩子都很喜欢黏着父母 上星期,陈英美在自己的社交网络上分享自 几亿家五口的2018年度家庭相册 当时她透露在180页相册中 收藏了超过2000张照片 更指自己亲自熬夜挑选及修复图片 虽然很辛苦但很值得 相册的封面印有他们一家五口的照片 小女儿陈凯婷,Camila,坐在父母及哥哥们的正中间 儿长子陈子叶,Aiden,和次子陈浩峰,Nathan 分别坐在父母心上 看到两位儿子的笑容都比较像妈妈陈英美 陈英美另外也上载了一张陈豪陪三名子女 一起看这本年度家庭相册的相片 这本相册都相当的厚,好像图书馆的参考书 而几位陈家小朋友就像听爸爸讲故事一样 一起安静的看 而到了今天大年初一 陈英美继续在社交网络上载全家服 当然是传统服饰来称新年 不过 2019年版本的座位图有变 有长子Aiden坐在正中间 次子Nathan坐在妈妈膝上 儿女儿Camila则坐在爸爸陈豪那一边 虽然陈豪和陈英美在外国长大 但看来也非常注重这个传统节日 见他们背后有摆放桃花 而且墙上也有挂上灰春 分别写上富贵平安和万事如意 Ami以英语留言祝福网民好运随来 也祝大家身体健康和身边都会发生开心事 有不少网友都留言送上祝福 也有人大赞小公主Camila可爱得意 另外还有一张是夫妇两人的照片 陈英美甜蜜的依偎在陈豪身旁 笑容灿烂 两人这次趁大年初一秀恩爱 不知道下星期的情人节或正月十五元宵节时 会否有新动态呢